大家好,我是小薩 在整个游戏中,除了一次性消耗植物 还可以分为自动植物 比如豌豆射手,半自动植物,椰子加龙炮,能金槽等 全手动植物,不多不少,刚好五株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们的 1.红色,冬青骑士 冬青骑士这个准星是红色的,比较好理解 小冬青和冬青主体都是红色 防御植物里唯一的手动植物 能攻能手能控制,属于比较全面的植物 如果定位防御植物,其实冬青不太合适 这是一个调节性植物,可以对僵尸的进攻节奏 起到一个很好的梳理 常见的一个bug就是,不禁前一关留下的小冬青 在下一关全部都钻住了土,啃食一下才会复原 2.绿色,爆炸结梗 爆炸结梗的准星是绿色的,也比较好理解 整体都是绿色的,爆炸结梗这植物其实还挺好用的 攻击力上中规中矩,大招的爆破效果不错 伤害一板板,不过这植物大大节省了传统手动植物的伤害过程 直接拉到僵尸身上就能爆炸 节约的输出时间也算是不错底 3.蓝色,浮迹冰仙子 浮迹冰仙子的准星是蓝色的 加上本身是冰冻系植物,蓝色准星很合适 冰仙子这植物,说它强吧 阳光消耗大,准确时间长 说它不强吧,攻击范围挺广 3x3辐射区域范围 攻击力步步提升,从1000至3000 周围力不容小却 加上减速效果和颜值 在哪个位置,由玩家自己决定吧 4.紫色,香蕉火箭炮 香蕉火箭炮的准星是紫色的 按理说,不应该是黄色吗? 为什么成了紫色,这一点我没太想通 攻击范围比冰仙子小点 没了减速,升阶后休息时间大幅缩短 攻击力也是相当可观 比冰仙子多的敌方就是伤害了 以前的时候,香蕉也是3x3范围 那时候简直堪称神器 不过被迅速和谐 话说,是不是因为下一位的准星颜色 香蕉被迫让位呢? 5.黄色,玉米加龙炮 玉米加龙炮的准星是黄色的 果然啊,就是因为玉米也是黄色的 黄色的香蕉让出了本命颜色 玉米加龙炮种植比较麻烦 继承了一代的种法 不过输出却仍然很强劲 特别是大招 对待起Boss来,下手一点不含糊 加上这阳光消耗 牢牢掌控着黄色的准星色彩 关于不同颜色的瞄准镜 就盘点到这里了 各位同学觉得这样区分 是否仅仅是为了分辨植物呢? 欢迎各位留言讨论哦 万物皆可盘点,我是小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